我都買了這間房終於漲了 快正奇大人還沒發現賣個好價錢 不過這麼多家房仲要選哪家才好啊 我看看啊 是竹鼠啊 什麼?你不是要來吃我的嗎 真假?你是夜界王牌房仲 沒有你賣不到的好價格 但是 可是我覺得 應該要再多看看 但是 了你這麼說也沒錯 但是 č��-說ュú 是啊 handsome aw 可惡過了好幾個禮拜了 怎麼連一組要買房的人也沒有 不要買房子 你這樣賣多少?一點在哪? 噓!小聲一點!我不想給其他人知道啦! 你便宜賣給我,我就不說 蛤?真假? 對啊,我們現在導生小組具需要找更大的空間,剛好正在找 欸?那這間房子很適合你耶!要不要現在就去看看! 好啊! 啊!走吧! 就是這裡啦!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! 什麼東西啊!醜死了! 你房子還有要賣嗎? 當然有啦!我先帶你去看看環境! 那個房仲!你把房子弄得那麼醜!難怪都已經好幾個禮拜了都賣不出去!我要自己賣了啦! 蛤?什麼叫做我不能賣?這是我的房子啊! 蛤?你說!我簽了專任委託稍售契約書,自己賣算違約! 你是不是當初簽約的時候根本沒在看? 蛤?怎麼這樣子啦!明明是我自己的房子卻不能賣!沒有道理啦! 出書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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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蛤?為什麼我賣自己的房子我還要賠錢啊! 出書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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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蛤?蛤?什麼?我以為今天也太貴了吧! 蛤? 額..我還要主持導生主句?先走了!掰! 出書! 各位親愛的床伴們,今天的故事就到這邊了! 大家是否有學到什麼呢? 不动产委托销售契约 可分为专任委托销售契约书 及一般委托销售契约书两种类型 两种各有优缺点 如果签的是专任契约的话 房仲一般会较为积极销售 以求成交 期间屋子发生问题也能找到人负责 但委托期间不可再另外委托其他的房仲 所以连屋主都不可以自行出售 否则即使卖出还是要付给签约的房仲服务费 或者支付违约金哦 而一般委任契约 则是委托多家房仲一起销售 曝光率相对较高 但缺点就是看物名众多 物况受损找不到人负责 所以提醒消费者 通常会有三日的契约省月期 所以在签约前 一定要先看清楚契约的内容 并且试自己的房屋条件 了解自己适合哪一种契约 以免全力受损哦 哎呀 哎呀我有说你可以住这里吗